你好,我是零零 最近有个新闻就是 电影《亲爱的》里面的那个被拐的小孩找到了 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呢 其实都会让我又欣喜 但是又有一些难过 因为即便是和亲人重逢 但这些孩子对他们的父母 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为什么我们没有三四岁以前的记忆 你最早的记忆是几岁 大多数人应该是三四岁左右 有的人可以记起两岁以后的事情 而有的人要到七八岁才有记忆 而更罕见的是 有的人说他有在子宫内的记忆 甚至有出生时的记忆 那会是一个多么血腥 多么射死的画面 大家可以听听看他们的描述 有的孩子说在里面很黑 很温暖 问他怎么出来的他就说 看到光就出来了 还有的孩子说在里面都是水 每天在玩一根绳子 还有的成年人说 他记得自己出生时的第一口呼吸 还有住产室在拍他的背 他有人记得他听到妈妈在尖叫 他自己觉得很挤很难受 然后他就出来了 听上去是不是有点诡异 我个人有个猜测就是 也许有些孩子在出生的时候 就有过冰死体验 关于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单独聊聊 反正他们说到这些的时候 一般也没有人会信 但他们自己一直坚信 这份记忆是存在的 即便他们成年二三十岁 也不会对此感到怀疑 而且有些孩子可能小的时候和父母聊过 但等他们收回再大一点的时候 他们又全部忘记了 我们为什么会忘记幼儿时的记忆呢 关于这个现象被称为童年失忆症 就是成年人无法回忆起自己两到四岁之前的记忆 甚至是成年之后对自己十岁以前的记忆也会很差 那么我们在四岁以前的大脑 是无法形成记忆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空白期 关于这个现象有很多解释 我以前在讲考试脑科学那期提到过 我们记忆本身就是模糊的 我们不可能记住生活中所有的事情 我们会记忆 同时也会遗忘 记住你短期内会做的事情就是你的短期记忆 你接下来要去做什么 只有那些你反复记忆的 你经常学习的 或者说对你情绪有很大冲击的事件 才可能变成你的长期记忆 但是长期记忆也不意味着你就不会遗忘它 也许你七八十岁的时候也能够清晰的复数 曾经发生过的事件 但有些事情也可能会中途忘记 或者这份记忆也会出错 这些都是你的外显记忆 所以你经常会遗一件事情的话 你就更能记住它 而那些真正不容易被忘记的 就是内隐性记忆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用身体记住的事情 比方说你走路 吃饭 游泳 一个失忆的人可能会忘记父母是谁 但他不会忘记走路 不会忘记游泳 注意 一个人如果没有短期记忆的能力 他是无法学习的 因为他会忘记上一步再做什么 以及下一步要做什么 他没有办法苟固他的经验 有些人一直无法学会投币 怕不是他 这儿 那么出生不久的孩子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首先婴儿是不会说话的 所以你无法通过交流来判断 他对过去是否有记忆 但是可以从他对一件事情的反应来评估 他是否对过去这件事情有记忆 而研究证明 6个月大的婴儿 可以在24小时以后回忆信息 9个月大的孩子可以在5周以后 20个月大的孩子可以在12个月以后回忆信息 以前认为幼儿的大脑 不具备长期记忆的能力 但其实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你一岁左右的时候 应该是对之前的事情是有记忆的 但为什么后来会完全回忆不起来呢 这里有几种解释 第一个就是自我和语言的作用 语言对我们的记忆有很大的作用 因为它可以帮我们把记忆编排成故事 让它更有条理容易被记住 你重塑这件事情的细节越丰富 也越能加深你的记忆 也许我们有过三岁以前的记忆 但由于那个时候还不会说话 所以很难帮助我们把记忆巩固下来 如果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经常问起他的回忆 引导他描述他的个人经历和感受的话 那么这个人最早的记忆可不可能提前 很可能会 大多数毛利人可以回忆起自己两岁半以后的事情 这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里是非常重视回忆过去的 还有就是毛利人有非常丰富的叙事风格 但是关于语言对于记忆的重要性 有一个很难解释的地方就是 天生聋哑的人 他们最早的记忆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也都是三四岁左右 还有一种解释是突出的生长和修剪 记忆的形成是脑内神经人之间突出的联系 就像是草地里走过的路 那些你经常用到的记忆 它突出联系就越强 所以这条路就越清晰 而那些你长期用不到的记忆 突出联系就减少或者没有了 所以记忆也会变得模糊或者是消失 一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 脑内就已经拥有了1000亿个神经元 而且还在快速的制造着大量的突出 到他两三岁的时候 这个数量会飙升到成年人的两倍 处于一个过剩的状态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有些链接会被逐渐的修剪 好比你的大脑是一个公司 一开始它扩展得很快 在到达顶峰的时候 它来了一波大裁员 那么谁去谁留呢 经常使用的链接会变得更牢固 而那些不实用的链接会被消除 直到我们的突出密度 最终达到成年人的水平 所以三岁以前的很多外险记忆 很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剪掉了 而有些记忆可能没有消失 它只是无法提取了 就是你无法意识到它 但它依旧影响着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即便没有儿时的记忆 但是儿时的经历 依旧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 他的思考方式 甚至性格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不能让儿童受太大的刺激 尤其是早期的创伤会增加它以后发生精神障碍的风险 还有一种解释是 幼儿时期神经元的产生速度太快了 总是在产生新的灵机 大量的新神经元可能会破坏已经产生的记忆网络 而且那个时期海马体还发育的不成熟 所以会导致人过快的遗忘 可以这么总结 你之所以没有三岁以前的记忆 一个是因为那个时候大脑还在发育中 在你还没有形成自我意识 还没有学会说话之前 那些和你经历有关的记忆碎片 很难被整合出 容易让你记住的叙事情结 所以那些短期记忆很难变成以后的长期记忆 而一个孩子出生之后 他脑内神经突出链接经历过暴增 之后又经历了修剪 有些记忆就被剪断了 你长期的没有回忆起它 它就会消失 而有的记忆可能只是无法提取了 但它还是会影响着我们 记忆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生活过后留下的印记 我们常常会说人老了以后 就会变回小孩的状态 会开始静望 会情绪变得不稳定 而阿尔茨海默症 相当于就是加速了这个倒退的过程 这个人会逐渐失去和他生活相关的很多记忆 开始无法记得熟悉的人的面孔 也无法再学会一个新的技能 最后可能连行动的能力都会丧失 回到婴儿一般无力的状态 可以说记忆见证了一个人的形成和消失 所以那些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点滴 你可得经常回忆啊 不然真的有一天你可就再也想不起来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内容的话 求关注 求点赞 求转发 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 我们下期再见 拜